在一年级大学季中 新生们体会到了 大学生活的新奇有趣 当然也感受到了 大学特有的压力和紧张 军性 专业课 形体课 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挑战 让这些初出茅庐的孩子们 有点措手不及 也许这就是上系 这个明星摇篮独有的魅力 接下来的第二周 等待他们的除了第二轮的甄别考试 还有一场惊喜的偶像来了 就相当于是做了个梦 然后就走了 I can make your heart beat 强强 这都是我们的学生 让他来合法 对 和偶像们面对面学习 是每个学表演的孩子 日思夜盼的渴望 尤其是旁听生们 这次见面会 就像一把能打开 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每个人都想紧紧握住它 我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里 见过如此多的明星 我当时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完全梦游状态 这两周的经历 不仅对于学生来说 是一次新的启航 对于四位艺人老师而言 也是全新的开始 白失忆 错 错 错 王日的他们举手投足间 星光熠熠 现在的他们 变成了低调朴实的元帝 当卸下明星的光环 他们又会是一番 怎样的模样呢 你没跑步了吗 童老师为什么选择快走 而不是跑步呢 其实大为老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受过伤的膝盖 每天不到七点 大为老师就开始在校园里沉练了 当他还是上系大学生的时候 就每天穿梭在各个教学楼之间 沿途的风景 哪里栽了新的花草 哪里换了清洁师傅 甚至昨夜的雨水打湿了哪位艺术家的雕像 他都一清二楚 熟悉我的老师都知道我在学校跑了四年的步 风雨无阻 就是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很自豪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下雨天 我都会在外边跑 浑身都跑湿了 还是在那跑 从大为老师现在的教师宿舍 途经于秋雨大师工作室 穿越图书馆 再到教室也只需十分钟 可就在这一个个十分钟里 我们却发现许多其他院校所没有的艺术氛围 大小剧场 戏剧之窗 新实验空间 当然还有这些早起成练的大一新生呢 形体是表演的基础 所以在上戏 晨练是每个表演系学生的必修课 这个事是基于我们当时的那个形体老师 叫姚家征老师 汇报的时候 他觉得我的身体的协调性特别差 就有点像咱们 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石头这个状态 就特别紧 就这种特别紧演戏的时候 会一下就会让那个自己不放松 然后那个姚老师就给了我一个建议 让我跑步在学校里头跑步 就通过这个跑步我知道了情体 对于表演的帮助到底有多大 而且确实解决了我这个肢体 比较僵硬的这个问题 刚才跑步在学校里头 四个我没跑 你是膝盖不舒服不是吧 所以你没跑 不是就是刚才跑的 不专业 然后就膝盖也经常容易伤 全里人说 童老师是养生达人 可不仅仅是因为他爱运作 打开他其中一个行李箱 成套的泡茶工具 占据了大半部分的空间 喝喝茶 就会觉得人特别安静 喝喝茶刚好三三汗 刚做两碗也不太适合 洗澡 此时校园的另一边 同样晨练的黄志忠老师 开始压腿了 想在课堂外偶遇黄老师 去篮球场准没错 篮球运动员出身的他 亲自一起 就会喊上围观的学生 来一场三对三的斗牛 别看我们这两位男老师 在运动场上玩的风生水起 真正想摘下运动达人的帽子 谁都不敢在副班主任 袁珊珊面前搬门弄服 日前袁珊珊在微博中 晒出了一组照片 大秀性感马甲线和迷人的腰身 网络微博上一时间飞扬的都是 袁珊珊都晒马甲线了 只有你还在吃吃吃 更获得中原马甲派掌门指称 那么对于网友与粉丝的高度评价 袁珊珊老师在修炼身材时 又有何独门秘籍呢 我每天运动量非常非常大 一个半小时我每天做卷腹 三十个一组做一百二十个卷腹 然后高抬腿 然后二十个一组 做四组做八十 然后还做其他的腹部练习 然后还有就是我本身脂肪含量就低 对对对 这个也要很重要 所以你要先减脂 你要做有氧 我做有氧少 你就要做有氧减脂 然后再练 在一年级的大学季中 旁听生们的宿舍里 安装了全方位的监控摄像头 他们学习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而四位明信的宿舍征活 也第一次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今天不顾名吗 有哪些地方给监控 然后这有一个 然后这有一个 还会转头呢 我在哪 他在哪 然后在这 那还有说音的 然后还有这样 这样你看这有一个 我晚上睡觉也 他们也可以看点 这有一个 这边你看这有一个 没有自己的空间 我们唯一的空间就是我们两个在那个上厕所和洗澡的时候 你想这个的时候怎么办呀 想这个就想呗 什么视频啊 你不能视频 视频这儿视频都是那种的 不在这儿视频 你在外面视频 外面 外面摄像头更多 外面摄像头更多 那你肯定没全摄像头 那时候比如说穿了一底裤 然后 你觉得好吗 我们就在镜头下面穿裤子了 你们可以学那个啊 像那个爸爸去哪儿 那个谁 沟涛想个办法 换裤子以前把那个盖着 还有你不关吗 你不关我盖着吗 盖着吗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来不及了 比如说我们盖这个盖住这个 盖这个 盖这个 对 我们俩经常就躲在这里面换衣服 而且房间里还有五个摄像机 五个机位在拍你 所以以至于每天我换衣服 都要到卫生间里去换 因为卫生间是没有的 因为再有这个日子 就没法过了 不要洗澡啊 可以休息了吧 可以休息了吧 然后就是 所以弄的就是很狼狈 就生活上造成很大的麻烦 在这样一个一室一厅的小空间里 明星老师们不仅要慢慢习惯 这些无孔不入的监控 更要适应和室友的同居生活 十来年没有说跟一个 这个跟别人同住一间房 除了跟自己老婆以外 所以第一天晚上完全失眠 就觉得挺怪的 于是每天我就会 我让自己喝点酒 搞两口 搞两口 对 然后就让自己有点微醺的状况 然后进屋就睡 就打个招呼 这个当然我睡了 不同的生活习惯 让两位原本就不太熟悉的男老师 在同居生活的开始 就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一天呢 他也紧张 也考虑伤口 他也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但是累极了也就睡着 又打呼噜又抹牙 都恶哄 你这个真行 又打呼噜又抹牙 哎呦 我说这个影响你了 又这个怎么办 我说明天我不要弄牙套戴上 我怎么着呢 是吧 尽量别出那动静 是吧 没事没事 玩到这那事 玩到这那事 第一天晚上我估计 我一晚上都几乎没怎么睡 就闭着眼睛睡不着 我还挺抱歉的 我那天才晚上我也说 我真是挺抱歉 因为我哪知道啊 哎 过两天之后 我闹现在准备功课睡不着觉 我一听大员老师 哎我你也大呼噜啊 这让我怠着了 所以转天采访我也带着稿就去了 我也把他跑了一下 对 我说大员老师也大呼噜啊 我这下撤平了 比起男老师宿舍的尴尬 女老师宿舍就显得热闹得多 她们分享谈论着自己的生活 迅速地熟络起来 你看看我们的东西 你看看 他堆的都下不了脚了 这都是什么 哎你们跑这都 你看这全是 这都是什么 你看看 我们的衣服多呀 东西太多了 这都已经是收拾了的 不收拾更多 你来的时候带几个箱子 七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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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五个吧 他四五个 我七个 我们加起来十几个箱子 这都运回去几个了 但是干杯 不够啊 这是我的兔子 这是我的兔子 用了多久了 用了好长时间了 他就 我睡觉垫在点这儿睡 会洗的吗 有时候也会流口水 哈哈 本就拥挤的宿舍内 堆满了他俩网购来的战利品 然后上海很潮嘛 我买的不是这个 这是厨师的 然后我们都买了装个小筷子 装衣服用那种 装那个 装装大体衫 装装 装 帖衣 история 就把这 dick 就放在李这个小筷子裏面 这个挺温馨 你们觉得挺温馨的 我们两个觉得抵不下东西 您经常觉得挺温馨 我的生糖 好 胶原蛋白啊 B2B6 什么越剑草 我该买一堆 买的跟我妈妈吃 细血的黑芝麻的 细血的丸子 老碗一刻 我就老录给我的这个 我初级的吃了 虽然女人只有两只脚 但是对于她们而言 鞋子永远不嫌少 全是平衡的 真的没双 显然两位女老师的生活步调 已经达成一致 在周末课余时间 俩人也会相遇一起 出去逛街看电影 初对彼此的猜测和印象 也有了彻底的改观 她比我想象中好一点 什么意思 我以为我会死在这个房间 也没想到我还活到了今天 为什么觉得死在这个房间 因为闹死 对啊 终于被闹死 然后神经大调的那种 然后接触了之后还好是吧 就接触了之后觉得 好像不是那样的 她也比我想象中好一点 哈哈哈哈 你想到做什么样 来之前就是傻白甜呗 哈哈哈哈 结果完全不是很文艺的 自己买好多照片机拍照 拍照拍得还挺好的 然后古诗词也特别好 哈哈哈哈 然后你写作文也好 哎可内秀了 就是完全不是傻白甜 文艺女清典 没有了助理 也不能请人帮忙 明星老师们的生活起居 更多的是亲力亲为 大为老师还去学校后勤 给每个房间借来了洗衣机 大家逐渐习惯 并适应了现在的校园生活 仿佛回到了 他们各自的大学时代 我觉得我自理能力突然加强 你说我去买水啊 我去洗衣服啊 然后我来打理我自己身体 这些事啊 这个这这方面得到锻炼提高 过去把以前丢了的老传统 全捡回来 因为现在工作多 考虑的事情多 跟人接触多 我们身后都有一个 就是小团队吧 来帮助我们来来完成一些事情 现在完全需要你自己 所以我的工作团队 也是他们进不了这个校园的 他们也很担心 我记得他们 第一次送我到门口 他们不许进的时候 都哭了 黄老师 他说您行吗这样 我说这特别可爱你知道吧 我说行 没问题 其实我们黄老师的自理能力 不光体现在买水洗衣服上 还有导致他俏皮的花袜子 这就是一双红颜色的花袜子 我把它给拳起来 这是一双 类似于小豹纹团案的一个花袜子 你像这个颜色的话 会比较在我心情就安静 安静的时候 我会选到这样的花袜上 然后这个对这个 那这样 你像类似就有红一点的呢 就是比较累比较辛苦 让自己有一个兴奋点 如果要是在更加极度疲劳的情况下 是吧 我会拿就更加花袜子来穿 对 这样的会就是来调动我的情绪 像小雪花一样 是吧 对 对 各种颜色的花袜子 会代表不同的心情 不仅是生活上的自理能力 明星老师们在没有化妆师 又需要上镜好看的情况下 也学会了化妆自我造型 现在被这个节目练的 我想现在意思 又快又好 对吧 好不知道 反正快是很快的 自己觉得好 就自己觉得好 我以前不会化妆 然后现在这个节目把我锻炼的 自己15分钟就能把妆画好 然后以前也不会自己拉头发 来这个节目组 还自己买了个加板 什么都是从头开始在学 我13年拍戏 13年以前我拍戏都不换了 我这人从小就爱助人为乐 我们俩一起出来的 我怎么没见你吃东西 你可能是来北京时间太短了 等时间长了 一定会有好多好多节目 后来都是因为 所以13年以后 就是觉得播出的时候 那个皮肤的质感 跟那个打顶的还不一样 然后才开始化妆 我没有发现 我的妆业化得好 怎么办 我们的化妆师 就失业了 对 失业了 把你自己扎了 当然 给自己扎头画的时候 在一年级这个养成类的节目中 通过两周的时间 咱们的四位明星老师 渐渐习惯了老师 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 也渐渐习惯了在校园的全新生活 而一场新生军训 更是拉近了孩子们的距离 对啊 对他动静静静 这还低一点点 军训是每一个一年级的新生 都会经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同学们消除了 最初见面时的尴尬和胆怯 在朝夕相处中 变得越来越亲密 在我们不知道的背后 有这样一个温暖可爱的大男孩 正在感动着我们 他就是高明睿 停的 停的那个 停的那个 就是走回去的叫停 在正史生军训的当天 袁玉轩因为没有听到 集合令调队了 细心的高明睿 被发现后 在雨中焦急地 寻找着调队的同伴 好不容易找到了雨轩 却又因为没有 在规定的时间内 到达指定的集合点 两人一同受到了 教官的处罚 你还有什么客观理由吗 没了 接下来你们俩的任务是 绕着我跟你说的路线 规定的时间是20分钟 你不会感冒吗 从不感冒 从不感冒 你们不要把所有米饭都吃掉 我吃了很多 我吃不下了 那也没办法 对吧 把它没吃到钱吃掉好了 米饭你不要动 他不吃青菜 我真的 我十八年没吃过青菜 我小时候吃起来 我吃就烦了 但是其实能吃 眼睛就可以了 要不然我觉得他不能再吃了 嗯 他可以吃了 两周的时间改变的是学生和老师们的习惯 深化的却是他们之间的情感 一年级的学习生活还在继续 而孩子们的同窗之情也在一天天积累 越来越深厚 也许这才是一年级留给新生们最好的礼物 大学的生活越来越有趣 在这里 一年级新生们感受的不仅仅是同学之情 所受的专业教育也是业内顶尖的 上海戏剧学院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艺术院校之一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演员 身为上系学子的佟大为再次回到母校 最想感谢的就是他当时的台词课老师刘宁 刘宁1982年开始担任上系表演系台词教研士老师 一直从事一线教学工作 培养了佟大为 宋佳 周杰等一批我们熟知的演艺界明星 他讲的很多东西我隐约记得 等我大学毕业了两年以后 我已经拍了预官音 预官音都播了 那时候已经就算是小有名气 我又回到学校一次找我们的刘老师 去找刘宁老师去跟他要他那个台词的教材 我觉得他那台词的教材太牛了 出了迎门 向南看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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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 出了迎门 向南看 南山休坐 发电站 全团都在把活干 门 前逼音 面包好 还有你的发声有问题 扁 发声扁 有点像鸭子叫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你的口腔有问题 后面的课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来 后面的课 你是帮着一营修发电站 还是帮着二营三营跑土埋电线杆 还是爬上电线杆包着绑电线 它就是非常典型的 我为什么要救助它问 就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 做声音 做嗓子 抄了一般像南看 我是话剧的 有点小一些 就学出了一点小毛病 听着声音不舒服 一个字能讲 在刘宁老师的课堂上 不仅仅是学生们 四位明星老师 也深刻地感受到了 老一辈教育家的眼景和专业 刘老师第一天在上课的时候讲的 很多问题我们都看在眼里 但是一定是通过 我们上台课可以解决的 什么发音的前后的位置 普通话的问题 前后鼻音的问题 这些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习惯 那个是十几年养成的 但是我们通过在学校的 有限的时间里头 通过乘课 通过大家努力 一定是可以去克服这些问题 身为刘宁老师弟子的佟大为更加明白 老师的每一节课 每一句教导 对学生的未来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所以在自己成为老师之后 佟大为对待学生的专业也是相当的严苛 你好 你可叫我David 好 好 好聪明 好聪明 对不起 我的英语 不是很专业的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我感觉很好 为什么你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对 对 对 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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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几天在准备什么了 你这几天在准备什么了 你觉得老师给你出题考试的时候 会像那个课本上出的那样吗 明天这个考试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考试的时候会按你记的这些东西考吗 出题是你出吗 是你出吗 不是 我要是你 我要是你这个水平 我这几天不睡觉 我也把这些东西全弄明白 每人都听清楚了 明天考试不是儿戏 不是开玩笑 就你现在这水平 明天你很有可能被甄别 你知不知道 着急 真的是着急 因为 因为甄别考试的任务已经布置下去了 然后考试的范围也已经给每个同学都已经布置下去了 这次的考试不是我说了算的考试 这是学校出的考试 而且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个实验班的考试 凌飞就比较让我生气的一点是就是她说我英文不好 她就用这一句话来回答所有的问题 这是不可以的 就是这个 如果我作为一个英语处理老师 我起码我要看到一个学生的态度 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提高多少 老师知道你能提高多少 但是你用不用心 这个是最重要 你用心了 老师感受到了 老师自然而然会在你的基础上给你一个分数 看到行非被骂 同学们都想帮助她安慰她 对于佟老师的严厉批评 他们虽然理解 却依然觉得佟老师过于严厉 真是挺为难她的 因为大伟老师把她训了 说她这个英语说的不好 她进步很大 她五天之内已经可以说成这样了 她第一天的时候她一句话都不会说 她就是一个单词都不会听 所以佟老师是以为我不敢说话 还有我娘 我是真的不会说 我听不懂 我努力去听 当然我真听不懂 但是她也着急吧 我就没跟她解释过 她可能就以为我上过课 理解理解 大家都这么以为的 可能我表达得不清楚 同学们都觉得大卫老师严厉 但身为过来人的她知道 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 要精力的承受的远远超出 学生们的想象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才想用这样的方式激励行飞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 一个小花旦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行业 我们说的短期的这样功利点也好 还是说未来她有可能成为一个 就是我长远的目标 希望她成为一名艺术家 或者是优秀演员也好 我觉得她都是非常优秀的 就是底子非常的优秀 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 影响她未来的发展 除了同单为 黄志忠在学生的教育上更是严厉 长免单短免单 长免单比短免单长半免单 长免单长免单长免单不长免单 长免单长免单绑在短板凳上 短免单不能绑在比短长免单 滚出去滚出去 背了 记住了 再进来 面对杠杠的回课表现唱 黄志忠老师也有话要说 我是你们 我给你们布置作业 你回不了课 我不光说是骂你们 我还要动手呢 因为我就是这么被训练出来的 这个您学生们都逃嘛 所以他们现在懒了什么之的 我也能理解 因为我也从这时过了 他就是没准备好回课的作业 我现在也只是在课当部 最多的表现就给他们一下 请给一讲 然后拿矿泉水瓶子扔过去 我们的老人大 那就是一大茶杯一尝热茶呀 就过去了 你知道吧 然后轿岸就飞出去 椅子就弄起来 这那什么了 但是后来就慢慢为 这次 越来越知道这个重要性 是吧 这个台词的重要性 因为台词跟这个 行李士表演的两个翅膀 它是帮助你们完成这个创造 后来就是也大了 慢慢的也就很自觉的这个 来加强这个训练 明星老师们的教育方式 深受自己学生时代老师的影响 他们当初也是在老师的严厉要求下 慢慢的学习 逐渐的成长 行政们在批评过后 也许会不解 也许会气馁 但总有一天 他们能深刻的感受到 老师们的良苦用心 对于上系一年级的同学们来说 无疑是令人羡慕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一年级的新生 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么多的专业老师 陪伴他们成长 手把手的教他们 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演员 发生在上系的大学一年级 还在精彩地继续着 困难和魔力 欢笑和泪水 每天都在这里上演着 我们的四位明星老师 无时无刻都在用自己的真实经历 影响着每一位新生 每一个表情 每一句台词 每一个形体动作 都在一年级的日子里 星火相传 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学生证吗 因为你们还只是旁听生 旁听生不用怕 新晋老师带你入行带你飞 明日之星的一年起 10月31日起 每周六万十点